即将在11月21日回归歌坛的韩国女团EXID,等了二年终于以五人姿态全束归来,让所有粉丝都感动不已。 这次最新单区,I LOVE YOU,突破以往可爱活泼的形象,释出的个人影片和专辑概念照让粉丝又惊又喜。 这次以红色为主调,成员们都穿上大红色服装展现不同的魅力,最先公开的成员Honey趴在桌上,用超勾人的魅惑眼神看着镜头,深酒红的妆容和平常的Honey完全判若两人。 韩国女子组合原创文章,这次回归官方也特别录制每位成员对于等了二年的五人合体感想变。 Honey表示心情很激动对失而复得的五人时光再次深深感到珍贵,很期待这次的回归,不管是舞台还是在待机式的时间都让人期待,让LEGO,EXID粉丝名,等了这么久感到抱歉,很谢谢大家一直等着我们,EXID已经做好准备享受舞台,也请大家尽情享受,现在是party time。 第二位公开概念照的成员是惠琳,戴着红色透纱手套,特别把发型用成泡面头,尽管穿着裤装依旧魅力满点,像是一位高冷女主人。 惠琳坦白对于五人回归并不会感到陌生反而很熟悉因为一直都在一起,几乎忘记我们曾经有过四人活动的时期,听说LEGO在听到EXID完整体回归的消息都感动落泪了,会以更好的歌曲来回报大家。 请各位期待把第三位公开的成员是郑花,剪去一头长发变成俏丽短发,更加有帅气成熟的小女人气质。 郑花也说出自己难得五人合体的心情时间过得很快复制不觉已经二年,不管抱着要获得多亮眼成绩,因为我们五个人能够在一起活动本身就是很重大的意义,也都会成为珍贵的回忆。 之后还会陆续公开LE和绿制的回归照,最让粉丝期待的绿制二年前因为假撞现功能抗净症暂停活动修养,一回来就拿下,蒙面歌王,五连霸,光是一句大家好我是EXID就让观众泛泪,也创下节目里偶像歌手连胜次数最高的记录。 接下来就是等待EXID11月21日回归,因缘会在当天晚上6点,韩国时间,在各大因缘网站公开。